好 同时来更新了 就是来看到的是呢 蔡英文的焦虑外露了吗 现在看看这个瑞银出招 这个是认输的前奏吗 到底是在紧张什么呢 害怕什么呢 先来看看的是 现在呢 来看在瑞银的部分 南台湾的选情 虽然是稳定的理先 但是啊 苗栗 南投 拉近 北桃 可以说是根本在苦战当中 蓝银呢 最理想会拿到16线市 六都过半 最差也会维持平坦 徐晓星就说了 蔡英文口误一头拉骨啊 诗言连连啊 连郑鹏的场子哦 是有读稿记的哦 照稿念的哦 都可以把大西讲成巴西哦 好 另外呢 沈慧弘名字讲错N次了 讲成N次都是 变成了林慧弘 自己党内的名字 都搞不清楚吗 还讲成了五星旗市长 选的逼想象中 真的看起来来得辛苦啊 好 另外吴子佳也分析了 蔡英文九大败刑劣机 介入司法 政治介入 警察人士 黑道高居庙堂 采购弊案都成为了常态 这些乱象民众很看不下去 还包含了特权交换啊 还有台大学率控制媒体啊 然后养民嘴啊 网军的侧义啊 用人民的钱啊 来控制啊 金融机构等等 绿色恐怖企业驱从 这些也都是蔡英文的恶行恶状 另外呢 来看看的是呢 也有人分析了唐湘龙说 如果选情不错 只要打阵机 政治人物的魅力 民进党打出抗中宝台 表示选情已经很糟糕了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前奏呢 是认输的前奏 因为他们最后都只能打出这张牌 另外呢 全台湾 媒体人张宇先则认为 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 国民党执政高达14个 蔡英文海台湾的GDP 超越了日韩市人民的成果 不是你政府的功劳 又说14个县市在空转退步 逻辑上根本就矛盾啊 也凸显着选情告急 蔡英文的焦虑感 好的确 这个呢 蔡政府的九大败行猎击之外呢 吴子江还语重心肠之言 台湾年轻人啊 可怜的地方就是古人所说的 猪门九肉臭 路有冻死骨 来听他怎么说 蔡政府呢 在这个华丽的迟早的包装下 他用了一个一个的谎言 创造了一个不公不一的政府 然后让年轻人在低薪资 高物价 高房价的环境中挣扎 无法脱困 这是目前我们台湾的年轻人的 可怜的处境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猪门九肉臭 路有冻死骨 这几个字大家看完 是不是心有戏其言 是我们台湾社会 现今的写照 这些现象和世界上很多威权的国家 你们看到中国大陆 俄罗斯 包括北韩等等这些落后的国家 威权的国家 是不是非常的相像 似曾相识 在这种时候呢 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高唱的自由民主的几个大字 是非常非常大的讽刺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在这边呼吁 为了我们年轻的下一代 我们必须要勇敢而坚定的 阻止他们的恶行 我们要必须要勇敢坚定的 阻止民进党继续执政 这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谈话 最主要的目的 好 针对了言论自由 这几年被持续的限缩 蒋安表示说 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 人民听听他时 可以毫无负担 但怎么现在呢 只要稍微 只要抱怨一点点 总统蔡英文 就要担心会不会被 查水表 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给送办 蒋安指出了2016年时 依照社会法送办案件 只有六件 但是到了2020年 社会法送办案件 却高达167件 暴增28倍啊 这当中有高达77%的案件 最后当然是不法的 这表明呢 明明就没有犯法 但政府却要利用法律 威胁 加上恐吓 跟他意见不同的民众 制造寒蝉的效应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 被民众呛瞎 几乎已经到了如影随形 不只有民众呢 怒轰党市场 还有阿嬷怒呛陈时中 踩着上万具的尸体 要过去 反对医师法修法 复带呢 决议的牙医教授林远敏 也在龙群市场 跟陈时中 来个不起而遇 但没有想到 静总发言人呢 张瑞雄 来护驾 我现在传出了牙医基层 营养抗议 恐怕让陈时中 失守牙医的本命区 陈时中来龙群市场扫街 这一秒开心的 跟支持者喊 冻算 下一秒风云变色 怎么办 踩着一万多数题要过去 民进党的核桃 民进党不好 媒体都被你们控制 走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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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气势惊人 吓得简书培赶紧让路 而且是搬出陈水扁的金句 附送给陈时中听 我要那么大声好吗 你那么大声干嘛 市场这么挤了 还这么多人 人家都挤不过去 在干嘛 又是因为党市场被轰 陈时中走到哪呛瞎 就到哪 从市场内到市场外 通通有对陈时中喊话 反对医师法修法附带 决议的牙医教授又来了 陈时好 支持保障民众健康 庄睿熊早有准备急忙护驾 不让教授再越雷池一步 但教授自带小蜜蜂 陈时中不可能 没听到 现在更传出基层牙医 酝酿抗议 不满附带决议 大开波波牙医的后门 更可能放宽国外学历 牙医生的实习名额 影响本土生的权益 我反对那样的一个附带决议 那我是官后门的人 实习名额 国外牙医的实习名额 实习名额就看他们将来 卫生福利部怎么样去规划 相关的事情 但是以前的名额 基本上是不会增加 因为他实习的原额有限 你在任内放宽了 那你就要说清楚 那现在又说你反对 那前面的是一场误会 大家抗议是抗议假的 整个国家的政策 怎么会因为一个人 好汉做事不敢当 防疫争议没烧完 基层牙医不满也在烧 恐怕让陈时中失守本命区 也难怪蓝营会说 陈时中越选越垂头丧气 结果向林晨佑台北报道 惠英说阿嬷气势非凡 另外呢 麦阿勒拉说阿嬷帅气 另外呢 这个惠英也说 阿嬷真的超帅的 惠英说阿嬷有够霸气 好不过其实呢 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负面新闻实在太多了 抽候选人后期的时候 也有气无力 扫街败票也被呛到爆 台北市议员胡汉廷就分析 陈时中大概也觉得自己选不上了 所以最后这个多月啊 呈现混吃等死的一个状态 这才叫做真正的躺着选 我觉得陈时中已经 知道自己选不上了 最后的这40多天 他完全是在混吃等死 跟拖日子的一个时间跟状态 就让先前看到各种 在菜市场的影片跟状态 陈时中竟然是挥手去菜市场 他以为自己是明星 哪一个候选人是到菜市场 然后挥手可以拿他致意的 然后是前面的议员去拜票 只有议员要拉票 市长不用拉票吗 你如果看到蒋冠安的扫戒片 蒋冠安的每一个人亲自去握手 对吧 那像我们那时候 我们肯定一定也是握手 没有握手我们也会送东西 那或者怎么样 他如果太原在里面的话 他一定也是拱手 怎么样质疑 就是不会是怎么 就大刀大摆在那边握手握手 然后就走过去 陈时中的扫戒 跟蒋冠安的扫戒态度 就是争取选票 或争取市民认同的态度 是天差地别的 他还以为自己是一个明星 或者是帝王 旁边就是有庞大的随护 对吧 然后庞大的议员群队 然后共同的来帮他做加持 但实际上议员跑得比他认真 那这些是从态度上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他已经知道自己 已经选不上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都是在混吃等死 就是他才叫做躺着选 讲话没有躺着选 虽然民调高 但是要继续努力 反观是诚实中重 明知道选不上 所以干嘛呢 我觉得他没有比较辛苦 所以他才是躺着选 否则怎么会抽号码牌也好 或者演讲也好 然后都是非常的有 无心无力 不叫有心无力 是无心也无力的感觉 然后就完全被賴清的拉抬 也是死于眼的态度 就全然不在乎会造成的各种风波 或者是各种的媒体效应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